伯德之门3 简单说就是几个伙伴围成一桌 只拿纸笔扮演其冒险者 在类似导演和裁判的Dungeon Master讲述的故事中冒险 和一般考验智力策略的桌游不同 D&D最重要的是扮演和讲故事 没有明确的胜利 一群人只靠想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这个D&D设计好的世界里 一同书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冒险故事 D&D是1974年在美国问世的 因为它的出现 我们才有了后来所有的角色扮演游戏 最早的角色扮演游戏是出现在电脑上的 而不是主机 所以好多欧美的RPG都叫CRPG Computer RPG 那时候大家都是想要努力把D&D 这种注重扮演的体验搬到电脑里 因为技术的限制和不断有新的idea出现 那时候的RPG游戏向各种方向野蛮生长 不断进化 产生了Rogelike 第一人称 动作RPG等分支 但真正配得上游戏版龙与地下城名号的 还要等到1998年的博德之门 博德之门 博德之门2 博德之门3 足足隔了20年 开发商也从BioWare变成了拉瑞安 神剑原罪的开发商 这也是我非常关注博德之门3的原因 因为神剑原罪2真是太好玩了 是那种高度入戏 灵魂被吸进电脑里 然后榨干你精气的游戏 literally榨干 我当时皮肤肉眼可见的就快速变干了 玩5个小时神剑原罪2 就要敷一张面膜 反正在我打通了这个demo之后 我最期待的游戏 已经从博德之门3EA版 变成了博德之门3正式版 一开场 哇 有神剑原罪那味了 一样是主角们被集体绑架 一样是被绑上了船 一样是被邪恶势力的身上放了个小东西 一样船都会坠毁 主角在海滩醒来 沿途收集伙伴一起找医生 博德之门3的世界 规模更加庞大 地形复杂立体 拥有完整的垂直地形设计 在第一张后面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域 地经营地里 同一个场景里有4层的高度差 地下一层有食人蜘蛛的深坑 最上面还有房梁 只要你想 完全可以爬上房梁开始战斗 利用超高的地形优势 欺负地面上的敌人 而且场景到处都是秘密 进入同一个坟墓 你既可以撬锁 从坟墓的后门进入 也可以设下一块大石头 在地面砸一个大坑 跳进去 还可以光明正大从正门走进去 遭遇一场战斗 除了常见的攻击手段 拉瑞安最擅长的 就是和场景有很复杂的互动 在战斗中直接隐秘踪迹 把弓箭进在火里 获得火属性的箭矢 跳跃 占据有力地形 把敌人从高台推下 其实对规模庞大 最直观的描述就是 EA阶段的神剑原罪2 有22场战斗 18000句对话 142个角色 而EA阶段的博德之门3 有80场战斗 46000句对话 596个角色 内容多了两倍 对话更多 选择更多 不止意味着内容更加丰富 这对博德之门3 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来说 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像这样的D&D风格的 角色扮演游戏 或者说CRPG 比起讲一个故事 更在意的是塑造一个世界 一类角色扮演游戏 是让你去扮演一个 给定的英雄 基本上只有一种剧本 一种叙事 最终只塑造一种性格的角色 还有一类 是类似D&D风格的角色扮演 CRPG的电脑和玩家 平起平坐 它扮演的是D&D当中的 Dungeon Master 面对玩家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选择 它手里拿着世界的规则书 不停运算着 故事展开的无数种可能性 然后让环境 让这个幻想的世界 对玩家做出反应 《博德之门3》里 有一个拯救地底人的任务 这个可怜的小东西 被一群地精 绑在风车上欺负 我走上前去触发对话 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我第一次 很自然地选择了 避免战斗的喧嚣 把对方骗走了 好像一切都非常顺利 但在我因为 闪退独挡之后 回到这里 我的欺骗失败 发生战斗 让我意外的是 开战之后 他很快就求饶了 愿意提供地进营地 秘密通道的信息 来换取自己的小命 我在第一个分支的时候 以为我已经看到了 游戏所提供的所有选项 其实所有的选项背后 还有其他的分支 这种节外生枝 才是精髓所在 这样你会对旅途充满好奇 体验到一段 难以掌控的人生 与其说 我的选择在决定NPC的命运 不如说 我早已无暇安排好 别人的轨迹 能隐约搞清楚 不同选择 对我自己的影响 不至于稀里糊涂地 让我的人生随风飘摇 就已经很不错了 无数选择交织在一起 在整段旅途中 不断回响 这是一种更加贴近 角色扮演的 扮演的体验 它叫 选择你自己的冒险 快吃骰子吧 但其实 从神界原罪2来的我 最期待的是 博德之门3的战斗系统 我觉得DOS2的 回合制战斗 就是我玩过 最好的回合制战斗 太好玩 太精彩了 每一场我都觉得很珍惜 因为打一场少一场 一个技能的命中 决定胜负非常常见 生死一线间 而且可以打出 很多刀尖舔血的combo 策略性与紧迫感并存 那么 面对神界原罪2 定下的这么高的标准 博德之门3 能挑战成功吗 还没有 博德之门3的战斗系统 目前基本忠实还原了 D&D的数值设定 就是 制头子 制多少 打多少 制不到 就打不中 拉瑞安的想法 大概是把D&D里的 技能和数值 能搬的都搬过来 想要还原一个 原汁原味的 龙与地下城的感觉 比起神界原罪那种 不断combo 花里胡哨 这个战斗系统 敌我双方都更无力 比起配装加点 更重视战位的策略性 但这个系统的真实体验就是 在比较小规模的战斗时 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在有好几十人行动 多方势力的乱战时 大量的miss 会把每个回合拖得过长 一来一回 双方都没造成任何伤害 面面相趋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只能一直进行普通攻击 这样一场战斗 拖到四十分钟以上 非常疲惫 纯粹的D&D随机性 和神界原罪2那样 几乎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 他们之间 肯定也应该要达成某种折衷 这一点 我对拉瑞安还是很有信心的 如果要说 他们有什么一定做得好 就是在EA阶段 不断倾听玩家的反馈 持续调整 嗯 现在的博德之门3 还是未经打磨的原石 小的图形bug不说 恶性bug和闪退 也让人投图 是肯定不推荐 大部分人购买的 拉瑞安说 EA阶段至少持续一年 以这个游戏现在的规模 一年肯定不够啦 慢慢等啦 更大的故事 更多角色 更复杂的地形 更开放的选择和故事线 博德之门3 是拉瑞安野心最大的项目 绝对有机会 成为一个流明史册的 超重要角色扮演游戏 在等待它一点点 成熟起来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多玩几遍 《神界原罪2》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点赞 硬币 收藏 不要忘记哦